全球暖化家具覆盖北半球五分之一的涌动土正在快速的解冻 科学家警告这可能会让冰封在里面的古代僵尸病毒重出江湖 引爆全球的宫位危机 而科学家目前还不知道涌动土层中存在哪些远古的病原体 但他们推测在涌动土最深处可能有100万年前的病毒 NASA 科学科技术博士 全球暖化家具覆盖北半球五分之一的涌动土正在快速解冻 科学家警告有一天被冰封在里面的古代僵尸病毒可能被释放出来 引爆全球大流行 这都开始了当我们的俄网友们在研究研究了一种涌动土 去年有国外科学团队在2018年的涌动土中 发现沉睡了4万6千年的线虫 在涌动土融化后恢复了生命力 事实上早在2014年法国科学家克拉维里的团队 就首次让冰封在西伯利亚动土中好几万年的病毒复活 虽然团队目前分离出来的病毒只能感染阿米巴原虫 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 但他们已经鉴定出痘病毒跟炮疹病毒基因序的踪迹 这两种病毒都是能感染人类的病原体 对北极跟西伯利亚大规模的开发 不只会加剧全球暖化 还可能无意间释出病原体 第一线的工人首当其冲 科学家目前还不知道 涌动土层中存在哪些古老的病原体 但他们推测在涌动土的最深处 可能存在一百万年前的病毒 综合报导